您辞掉了北方集团 马总 现在北方集团的发展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选择辞职呢 太不冷静了 海音啊 经过这么多年 又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觉得呀 人要想成功完成自己的事业 必须和那些个有诚信 有能力的人在一起 这就是我的规划和目标 咱们俩人相处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 你就是那种有诚信 有能力的人 我想跟你合作呀 已经是盼望已久了 我是有备而来的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 这个新的伙伴啊 马总 马总 怎么能说愿不愿意呢 海融公司才刚刚开始发展 您到这儿来 不仅能给我带来丰厚的人脉 还有更多更好的资源 我赵海英是求之不得呀 我们今后的合作 一定是一片光明啊 海融 之前的合作 是你的帮我们永康 今后的合作 多希望我们是双赢 海融公司 韩总 我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恐怕 行了 你别忘了 十几年以前 我们永康也是一家 勉强发工资的小企业 事不想瞒 我们永康已经申请了 IPO的程序 我们即将要上市了 所以很多家金融公司 都想跟我们合作 可我只选择了你 说句老实话 是你的真诚和善良 果敢和政治打动了我 我真心诚意地聘请你们公司 作为我们永康的顾问公司 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们的合作 继续愉快 谢谢韩总对我的信任 我的公司 一定会为永康 做好金融服务 好 你怎么又来了 谢天阳不想见你 你回吧 警察同志 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如果他还不想见我 我马上就走 好吧 我再试一下 谢谢 稍等 谢天阳 走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 看了照片你还不去 他立马就回你 你自己决定吧 我再请他等你 走了 我来 太阳 还好吗 我们可想你了 你有什么需要的 告诉我们 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你寄 海洋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我谢天阳 现在成了真正的失败 这回你跟老白满意了吧 停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到这会儿 你怎么还这么直立不悟 海洋 你帮不了我 也说服不了我 上学的时候 我们两个轮流难抵 我不服 就算今天 我被关在这里 我一样不服 我谢天阳 从来不低头 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我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你醒醒好不好 让我们从去开始 好不好 停 停 不要 你好 您好 找谁 您好 赵海英在吗 两位有预约吗 没有 我们是他以前的 我们是以前同事 好的 两位跟我来吧 来 这边请 好 谢谢啊 赵总有人找 进来吧 来 这边请 赵总 赵总 怎么是你们啊 我们是来应变的 不欢迎吗 不是欢迎 而是求之不得 黄碧 不应 欢迎回家 谢谢赵总 金融就是将黄金融化分开的交易流通 也就是价值流通 但在现如今 黄金已经被一些更容易流通的货币和电子币所取代 黄金 怎么样了 新兴文理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太好了 跟他们的合作 能帮助我们竞标上海浦东主地公园又多加了一个筹码 虽然文理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竞标 能够增加胜算 可是我们毕竟是刚成立的公司 浦东 浦东 郊区这个主题公园这个项目非常大 我们要是跟那些个背景深厚的大公司去竞争 恐怕是一乱即食啊 马总 其实您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所有海融的员工朋友们 我赵海英只相信一句话 叫有智者是晋程 在我的字箭里 就没有退缩这两个字 竞标的公司选择投标者 看到的不是投标者的财力 而是投标者的能力 能否把这个项目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们海融要拿出更好的方案 一定要打败那些比我们强制优秀的对手 好 我想问问大家伙 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信心 有 还是韩总说的对 以前我们的照片确实太陈旧了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给公司拍一个宣传片 宣传片 是啊 视频宣传片 可以让文字资料视觉化 可以更充分地展现我们设备的优势和产品的特点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样吧 如果要拍宣传片的话 我跟韩总商量一下 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集中开一个会 好 那等韩总的意见 好 你感冒了 没有 只是有点鼻塞 估计妈又念叨我了 你也别怪咱妈念叨你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 你看 大宝都四岁了 你到现在一个对象都没有 怎么突然就谈到对象了呢 你有对象啊 我没有啊 但是我比你小比你年轻啊 我要是现在有对象了 你多没面子啊 少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说 你跟那个吴一百 是不是有点什么呀 没有 我跟他是革命的友谊 革命的友谊 你心里怎么想的 都写在你的脸上 我懒得跟你说 我说你是 我说你是 要形象有形象 要条件有条件 怎么就没女孩喜欢你呢 谁说没女孩喜欢我 是我要求高 我看不上好吗 好 看看 来 大家急动一下来 赵总有事情要宣布 来 赵总有事情要宣布 来 所有的海融员工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竞标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大家听我说 我之前说过 我赵海英就消息一句话 有智者是进场 虽然 今天我们海融 只是一家小公司 但我们仍然能与那些大的 强势的公司抗衡 好 我赵海英坚信 我们海融公司 在未来 一定会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好 感谢各位同仁做出的 共同的努力 这一次 我们投资公司 打响了起步的第一炮 接下来 我们要以最完美的喜华书 向外界融资 打造最美的猪蹄公园 好 还是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赵总 好久不见 雷总 听说最近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这几次起起落落 都打不倒你呀 雷某 佩服 雷总 命运这种事 谁又能说得好呢 有句话 不知道雷总听说过没有 人永远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就像我赵海英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有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投资公司 说得好 马总 马总也是合伙人 我真想不到 两位都是摔过大跟头的人 这次凑在一起 得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呀 这 在进入这个圈子呀 他没有长盛将军 但是他跌倒以后他爬起来了 他就长了一个心眼 他不像有些人是啊 总是抓走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而不放 这 这不是切心眼吗 好 诸二位 合作愉快 失陪 赵总 我听说你们公司拿下 政府正在支持建立这个主体公园这个项目 你们公司的实力还真是不能小觑 不过呢 我倒是对这个主体公园项目没有什么信心 至少现在这个消费群体呀 看样子对主体公园并没有什么大的兴趣 赵总 这次恐怕又跌一个大跟头 其实呢 您不看好这个项目很正常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有很多项目并不被投资者所看好 但最终都盈利了 为什么 因为成功的投资者 都能发现这个项目里的潜在价值 您想想 如果每个人都长着这样一双慧眼 那这个世界上哪儿还有穷人 我就是佩服赵总的魄力 还有投资 虽然成立不久 他们一直在亦然小有名声 而且还打败了很多的竞争对手 一具拿下的主题公园的项目 融资资金高达一千万 我看未来海融投资的实意 一定会使我们的意见 文凤尚兰啊 赵总 谢谢您对我赵海英 还有我海融公司的信任 也希望我们以后多多合作 一定一定一定 合作愉快 海英啊 嗯 又有一家银行洛呼普通了 我们赶上好时代 好环境了 必须得成功啊 巴总你放心吧 这次我们一定成功 你们已经成功了 赵总 你还想要多大的成就啊 你们怎么来了 快坐呀 坐坐坐坐 快坐 怎么了 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聊一下 永康的事情 好 那你们先聊 我还有点事 我去一下啊 海英 你应该对上市流程应该很熟悉 我想问问你 我们永康要上市的话 需要什么材料啊 现在永康和华美合作 上市的条件是够的 但是以永康的资质略显单薄 我觉得 离上市挂班还有一些差距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其实我一直想把永康 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企业 最近呢有一个生物制药厂 叫明成制药 是一些医科大的学生创办的实验室 如果永康能有幸 把这个明成制药收购呢 我想对于永康来说 不仅仅能打造多元化的企业 而且能把整个永康 变成一个健康大规模型的企业 嗯 这个思路非常好 其实最近我也在搜集一些 生物科技公司的资料 但你说的这个明成制药 你那儿有关于它的资料吗 这是当时我给他们做的一些评估报告 来 你们拿回去研究一下 还有 其实我对这个项目一直非常关注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那我还希望我们海融公司 跟你们永康和华美 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啊 进一遍到这里 看看 都问多准备好了吗 都问多准备好了吗 准备 开心 我们欢迎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我们坚持把培养人才 作为我们永康永恒的主题 创新 健康的创业理念 将融入到企业发展中 和每个员工的发展中 我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创新 务实 诚信 高效 科技 将是我们永康永恒的企业精神 孟雷 你找我的团队真是专业 这件事情啊 其实要感谢卓美 这个导演团队呢 是她给我介绍的 我有个建议啊 你听听 这个宣传片里 韩总的公司未来的规划 谈到生物科技这个内容 我觉得现在是说不合适 为什么 你看啊 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 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名城制药 他的核心团队是做基因研究的 而我们永康 现有的两大支柱生产线 跟这个毫无关系 第二 我们现在准备上市 公司的资产 必须和公司的生产经营相配套 而我们现在的支柱的两大生产经营线 现在都在对新产品进行研发跟测试 市场也在扩展 而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启动这个新的收购案 对我们冲击非常大 这件事情公司 董事会都没有通过 也没有表决 所以现在的宣传片里提这个事了 我觉得不合适 你觉得呢 王伍总 别太着急 我们到会议室仔细聊聊吧 那也好 行吧 好 陈总 那我们先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吧 我同意王副总的意见 目前我们正在和日本的伊藤医疗合作研发两款 新型的大型医疗设备 这意味着我们将打开韩国 日本 东南亚等市场 这对我们上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多提一提 对于生物科技的内容 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很恰当 好 我同意 那我们在宣传片里面 就暂时先不提生物科技的内容 但是有一点我要坚持 我们华美集团和伊藤公司有过合作 为什么这个伊藤公司能够做到全球领先 我们华美集团对他们的运营模式非常的清楚 所以为永康和伊藤搭桥牵线促成合作研发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永康 能够借鉴伊藤公司的发展模式 走得更快一点 生物科技毕竟是现在和未来 医疗 制药和健康产业的核心 而这个明成制药 他们的领军团队 在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研究方向非常的杰出 所以永康如果能够收购明成制药 那么永康在生物科技研究方面 就大大的缩短了进程 这个基础方面我不是太懂 你们关注的是数据 关注的是规模 但是在制药的核心上 我们应该是中药研发 而且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了美国权威机构的测试 获得了FDA的临床用药申请 我们正在打造第一流的中药品牌 在扩大海外市场 这跟明成制药的基因科技没有任何的关联 甚至会产生矛盾跟分歧 我觉得公司应该是保护和扩大发展 中药研究 而不应该另辟蹊径 有时候我们应该做减法 做得更纯粹一些 王副总 其实我说的是公司的整体战略问题 跟您说的是不冲突不矛盾的 我们华美集团作为永康的金融顾问 其主要工作就是为永康在上市前做全方面的服务 包括上市以后的战略问题 我觉得我们目前还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我们还是谈一下宣传片的内容吧 其实我们都是为永康好 但是王副总 如果您一直站在公司的一块 或者是局部的视角来讨论的话 我们就很难达成一致啊 好了 反正我的意见也谈了啊 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韩总 最后由她来定夺 那么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孟雷 你也别太惬意 我觉得王副总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金融沙龙的现场 那今天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随意交谈 那我知道今天来到的现场呢 都是我们的金融界的精英人才 同时也是我们媒体界的翘楚 我相信呢在座的各位 在我们的沙龙现场呢会收获颇风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海融投资有限公司呢 成立一年的时间了 但是一年的时间当中的话呢 我们已经赶超了我们行业内的众多的优秀的公司 我们想请赵总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同时的话也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的计划好吗 谢谢大家 其实分享谈不上 主要是跟大家有一个在金融领域的交流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也想通过这次这个金融沙龙 向大家宣布我们海融的一个重大消息 赵总 上海的金融地位刚刚站稳脚 金融体系还不是很稳定 您提议建立这个金融服务行业 金融服务是贷款公司和银行搞的事情 投资公司来做金融服务 也不是亏本给别人挣钱吗 说实话 其实这一直是我赵海融的梦想 现在我有这个能力 我希望在海融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但我觉得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代表亏本 建立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呀 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 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们海融投资公司啊 愿意做这个领头羊 林教授您好 想问一下关于金融服务体系 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金融作为帮助实体企业的工具 能够切实汇集中小企业群体 这便是创新金融的意义所在 这次海融集团用产业链的金融模式 致力于打造一个降低流通成本 提升流通效率 确保交易安全的产业价值链服务体系 这个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它的创新性和实践性 我是十分看好的 是的 作为海融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赵海英呢也十分具有个人魄力 他带领一家刚刚成立一年的公司 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可... 查尔斯的历史记忆记忆 而且记忆所有的失败 可... 会不会有点 这一夜 什么事 带来给你一个水 带来给你一个水 好嗎? 來,我們喝點水 謝謝 來,來吧 小姐 你知道我今天知道 赵海莹已经开始做金融服务了 而且政府已经给她大力的支持 这个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吗 你不是工作中经常跟赵海莹有交友呢 是不是第一时间她就会应该告诉你 什么 什么 小姐 alto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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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请进 安东 怎么样 太阳 陈总 赵总 非常遗憾 今天的收购案 没有通过 其实这个结果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韩总 我们现在更想知道您的态度 我曾经跟海英聊过天 谈到过金融 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什么是金融 就是要用未来的钱做现在的事情 不但要专业 还应该要有眼光跟胸怀 今天的投票上 我们有些人 不仅没有眼光 也没有包容全局的胸怀 韩总 您看要不这样 这个案子我们放到上市以后再进行 也许那个时候董事会会有不同的想法呢 我同意 上市以后再进行收购 不 这样各方面都会比较方便 既然你们二位是这个想法 好 我一定会采纳你们的建议的 那好 我们就全力以赴地上市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想建一建名城之药的李华 没问题 这是我来安排 王总 这家咖啡厅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 所以我特意请您来品尝品尝 看看您喜不喜欢 好 赵总 醉公执意不在酒啊 忙是不来喝咖啡 赵总 你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了 是不是因为收购案的事情 王总 您知道永康在做医疗器械的 最鼎盛时期 突然打破传统进军医药行业 对吧 对 我好清楚地记得 跟韩总的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的永康还从未涉足过药业 但是 韩总听了我的报告 当即跟我说 永康需要我们得心 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从心里认可了永康 我觉得 永康是我们未来合作 发展的最好平台 说句题外话 王总 您看看今天的普通 像不像一幅画卷 以前普通什么样子 我们比谁都清楚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上海领导们的决心 和群众们的齐心协力 浦东是创造不出来今天这样的奇迹的 其实浦东就像我们永康一样 王总 你以前是德行制药的领军人物 而现在呢 是上市医疗公司的高层决策者 是上市医疗公司的高层决策者 您的想法 胸襟 都影响着永康未来的发展 但是我想说 只有不断地创新 改革 永康 才能走得更远 收购方案这件事情 我希望您能慎重地考虑 赵总 谢谢你 你的这份话 让我看到了永康未来 无限的可能性 陈建华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需要手术 但是药物治疗还得继续 平时不能太劳累了 一定要注意劳疑结合 好 我都记住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周飞 谢谢啊 周阿姨 你看 我说了吧 没什么事的 行了 去忙你的吧 我先把您送回去 我再回去 我不是说了吗 我 我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 常尔德那又有什么事 我听外面人家说 他最近总是通宵不归 这不香港回归了吗 公司的事 你 比较多 莉莉啊 每个人生活的幸福不幸福 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莉莉啊 女人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归宿 不幸的婚姻 那么对他来说 就是一辈子的监牢 你还年轻 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大北永远是你的港湾 永远站在你这边 赵总 赵总 阿总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 谁要见我 一个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人 至少他来公司 让我感到很奇怪 那得好好会会去呀 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查尔德先生 算是个稀客呀 好久不见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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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么事 我觉得这边的风景蛮不错 这个办公室 里面的装修也很精致啊 挺好的 为你骄傲 喜欢吗 作为我们从事金融的人 细节决定成败 很正常 是的 很赞同 其实我很欣赏完美主委者 尤其是找合伙人的时候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那好 我们言归正传 谈谈你的项目 上海 东晨 旅游公司 他们最近开发了一批线路 香港 澳门 新加坡 泰国 马拉西亚 这五个地方其中 最重要的是香港 你应该知道 它最近回到你们中国的手里 它应该可以先大量的游客 而且我知道 你们最近投资了一个 在上海的主题公园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来投资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可以把整个旅游项目的起点 放在你们上海的主题公园 而且可以给你们保留一个 百分之三十利润的分红 你觉得怎么样 跟你的老朋友 查尔斯合作 这么好的项目 这么好的条件 完美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项目确实给我们海融公司 带来极大的利润 但是 我说不 你明白吗 不 为什么 这么难得的一个项目 这么好的家庭 你 你 你咱们可能 招招一趟 先生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教过一句话 叫做事先做人 做人就要有它的原则和道德体现 我给你提个醒 以神宝 还有何卫平的事情 你敢说 这里面的事情 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真那么干净吗 我想我不说 你跟我心里都清楚 对吗 好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谈它 看看这里 这是哪儿 这是中国 这里将会是全世界 所有投资者的市场 中国欢迎任何一个支持 改革开放的合作者 但是 他绝不支持 把金融骗局带来中国的投机者 你也讨厌 查尔德先生 其实今天你能来到这里 我非常开心 说真的 查尔德先生 你既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敌人 既不值得我尊重 也不值得我讨厌 最后 送你一句中国的古话 叫 造不同 不相为谋 我送你 不送你 你还要后悔的 希望如你所愿 现在有请 我们海融公司的赵海英 赵总 给大家致辞 好 首先呢 感谢各位 对我们海融的大力支持 来参加我们的答谢会 第二呢 我废话不多说 希望大家在这里 玩得开心 喝得尽兴 能让我达到大力 来 请 你 清清 你怎么才来啊 我们都到半天了 有车 去 没 去